《明偶風雲會》 《印譚與老旁》 《風雲高》 主持 吐傑 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歡迎各位準時埋位收聽或收聽《風雲高》 多謝各位支持我們《風雲高》的基本訂閱 已經突破了23萬 《風雲會》的特別會員版 歡迎各位繼續加入 還有我和鮑偉聰兩人的Patreon 今天我們說 年日內甚至這幾個星期 在全球和香港 海外都有極大爭議 人工智能的寫作問題 現在很多人都會知道 現在有一個新搞作 就是網絡人工智能 透過ChatGPT 這種自動人工智能的機制 不但可以在網絡搜尋到資訊和知識 而且對一些人性和人民社會科學的問題 爭論已久提供某種答案 那一下這筆東西一出 已經有很多西方文明國家 有色知識 你不能夠制止 甚至可以鼓勵 將來的大學生中學生 用這筆GPT 來做抄襲功課 語音未落 中國香港特區大學 就已經宣佈在學校中 學生禁用這件事 你知道 電腦可不可以戰勝人腦 這幾十年一個老的課題 電腦可以用來築棋 電腦可以用來作曲 電腦可以用來合成 繪畫 甚至電腦可以用來作詩 寫散文 電腦作音樂等等 初初起步 當然是粗糙一點 很多人在這裡冷笑 電腦不可以取代貝多芬 電腦你怎麼寫作都不可以比沙士比亞 但初初起步 慢慢會改良和優化 他會將古行今來 很多全人類的偉大的作品 由彈丁的神曲屈原 這個叫尼蘇 知道 將哈里波特 這個衛斯里 炒一碟 在他那個 宇宙無窮 世界各國的 那個 虛耳小說世界裡面 東抄一忽 就西微調一些 可以真的作到一個 雞尾酒和 超級大fusion的 偉大小說經典作品 你不知道 而最近很多人 就輸入一些奇形怪狀的問題 去問 這個叫做人工智能 結果我自己觀察了這幾個禮拜 我覺得這件事其實 沒有什麼新意 他是不會提供到答案 你一問他 到底墮胎合法化 是應該還是不應該 他主要告訴你 兩種答案 有一種贊成的 就是認為這樣 反對的認為這樣 誰不知道 我現在問你 人工智能 這副AI的機器 你是上帝 你認為是道德還是不道德 你認為這個叫做墮胎 以及在人類世界全部廢除死益 會令到人類走向一個什麼方向 我現在不是叫你說 現在世界上的事或者否 我要你預覆未來 告訴我 在這條路走下去是怎樣 例如動態清零 在中國和香港 執行多三年 將會有什麼結局 這些問題輸入人工智能 才有意思 然後他告訴你 好像車工求簽一樣 給一個人工智能 計算得到的答案 這樣才行 譬如很多這些香港人 走出去英國或者台灣 你要問 現在台灣好像等來等去 都等不到一個長期居留 我去英國好不好呢 然後將你自己的人名 將你自己的手提電話號碼 將你以往的那個 由出生子開始傳紀錄 幾十年來群組的對話 等到人工智能 跟你在二三十秒內 製造出你這個人的性格心理 然後他才可以告訴你 不怕沒事 過英國 過英國那裡天氣不好 或者叫東西很貴 我找不找到東西做 你一定找到東西做 人工智能計算你的學歷 還有你這麼多年的心理性格 還有你那個群組裡面 是不是有沒有一些潛在的貴人 他告訴你一個答案 這樣才有用 所以現在這些人工智能 我覺得是一種泡沫 講一下講一下 確實 他不能夠只條命路給你走 只能夠幫到很多人去抄襲 所以中國香港特區大學 率先禁用人工智能 但是禁不禁得到呢 待會我們再討論 這個問題你怎麼看呢 好的 這個Chat GPT 其實是一個聊天機械人 即是聊天機械人 不是什麼新的技術 其實有關於跟AI聊天 相信大家拿著電話 都曾經試過了 但是分別在哪裡呢 這次的聊天機械人 已經是第三個Version 應該是Check GPT的3 在開始的時候 其實那個對話 就會很容易分得出 其實那個是電腦來的 因為如果你試過跟Siri聊天 你都會很快就知道 那這次發展到第三代 或者Version 3 其實就是 為什麼會引起這麼大的震動呢 就是開始有一些人 或者有些機構 它分不出來 隔著電腦屏幕 對面那個究竟是人還是機器 因為它的進化的技術 已經去到接近人類的回應 原因是什麼呢 原因是它的Deep Learning技術 即是深層的學習技術 它背後那個Database 是比我們想像中龐大 龐大到根本它都沒有公佈到 究竟它的Deep Learning Database 以及它用的時間 所以 就現在這次的Check GPT 為什麼這麼多人在玩 是因為它開始接近人類的回應 以及思維方式 但是 如果你玩得比較刁鑽一點 或者玩耐一點 就是多問一些問題 或者把一些問題裡面的細節 轉一轉 你都會馬上發現 它不是人 因為正如你剛才所說 它的回應 表面上好像很客觀 實際上是很廢的 什麼意思呢 好像剛才我舉個例子 譬如有人玩過 我老婆很大洗 我有什麼方法 可以使她少一點錢呢 這是很普通的問題 可能搞笑 遼天機下人 那個回應是這樣的 你應該和你老婆 好好坐下來聊一下 跟她算一算 究竟每個月的開支 通過溝通 就可以跟她解決這個問題 這樣說 但其實她的答案 在我們一般人來說 一看 就知道是廢話 因為她是循環答案 如果我坐下來跟她談到 可以溝通到這個收入和支出 我就不用來問你了 我問得你 就希望有這個方法 以外的方法 誰知道你都是說這些東西 所以其實她是一個進化的 Wikipedia 或者Google Search 只不過她不是用單字 單詞或者一句的形式 她用問答的形式 於是乎呢 這段時間有很多人的 談論和炒作 但是對於很多的 一些 這方面研究的科學家 或者是電腦界的人來講 他們認為這個不是什麼 新的技術 背後只不過是因為 她的資金龐大 微軟扔了 十億計的美金出來 跟著呢 就用了一個很龐大的數據庫 所以引起現在 CNN 華盛頓郵報 之旅 New York Times 都在跟她在爭議 究竟她的知識 其實有沒有版權呢 她拿了我一段文章 作為答案的時候 究竟我有沒有版權費呢 這些諸如此類的問題 其實隨之而來 所以又不用太過趨之若無 又不用說一定 當了她是未來世界的 一個真人 那所以呢 現在究竟這個 對話的遼天機械人 發展下去會怎樣呢 她的學習會去到什麼地步呢 那這個呢 大家都在觀察中 陶先生 那所以呢 我認為這件事 根本你不需要 跟著這個熱潮去討論 是吧 為什麼最近 你聽這個 這個叫Bill Gates 開始 就說人工智能 是對人類的好處 大於壞處 而但是 這個叫霍金斯 是吧 Steven Hawkins 這個寫時間 簡事這個 就持有相反態度 就叫人類不要 立暖走去惹人工智能 因為人工智能 會有一天 吞噬了你的心靈 和控制你的命運呢 就剛才你說了 因為微軟 扔了很多億去開發 然後微軟 這些呢 是控制 或者影響到 美國東岸的這些佈置 整個自由派 或者矽谷 然後 當它要上市 或者集資的時候 又得到華爾街 這些投資銀行 做夥伴 所以它整個後面 是一個超級的金錢的雞棚 是吧 你輸入多幾條問題 你會覺得 它其實是一個流動性的 一個是維基百科來的 它加了少許的東西 就是等於你拿著蘋果手機 是吧 是87號 就換成8號 是吧 多了多少項功能呢 它告訴你 8號白營 這個 第8號就好過第7號 其實你看看 它說不是啊 那個片子 還有那個鏡頭 是更加高清的 現在慢慢換到 9、10、11、12、13 有沒有需要這樣 去更新呢 是吧 所以就是 整個這些叫 超級的IT雞棚 你需不需要 是吧 供個頭進去 是坐這些快車呢 是吧 我自己一看過 很多呢 就沒有什麼新意的 因為它真的提供不到答案給你 是吧 譬如我輸入聖部 這個叫雪山飛湖 這個叫胡飛 這個叫苗仁鳳 這個呢 最後那個刀 是吧 這個作者是沒有寫的 不如你問一下AI 是吧 究竟那個刀會不會 劈下去呢 是吧 它說得給你聽 還有說到給金融 當初的想法 那你就厲害了 因為已經死無對證 是吧 是吧 加上這些人工智能 一出 中國是一定會 CAP 就成為另一個 中國的版本 因為這些 他一看到 就知道是思想控制的 最新科技 是吧 所以最近 有一個流亡海外的 中國首席的KOL 他就試這個人工智能 這個叫 Check GPT 就輸入了一個問題 就叫蔡英文 什麼時候會做中國總統 原來現在這隻 Check GPT 已經出現正體字和簡體字 原來中方已經早著先邊 是向這個叫 Check GPT 的武公司 施展某種的影響 來修改他一些 至少用華文的搜尋的內容 是吧 你問蔡英文什麼時候會做中國總統 出現簡體字版 簡體字版就說蔡英文 是不會做到中國總統 而且不是 他只不過是所謂的台灣地區領導人 但另外一個正體字版本 是被台灣現在的用家說的 直接說蔡英文2016年5月20日 當選中華民國總統 成為第14任中華民國總統 而中國大陸政府不承認中華民國主權地位 這一個正體字版的就是 見人講文話 見鬼講鬼鬼話 他說中國大陸政府 而不稱為中國 是吧 這個很客觀 你用正體字 你就得到一個客觀的答案 但是不需要這個叫 Check GPT 告訴我 因為這麼簡單的答案 我一是想知道 未來蔡英文或者中華民國總統 可不可以把政府搬到南京或者北京 取代成為唯一的合法政府 我想知道這些可以不可以 你就要計算美國的軍力 台海的危機 烏克蘭的勝算 我要你在裡面 是透過複雜的計算方程式 預覆給我聽 2025年他就可以做中國總統 那就是台海戰爭 沒錯 台海戰爭誰贏誰輸呢 然後他又占卜一番 然後將他們的大數據 在裡面收集一段 包括拜登的手機 包括五角大樓的作戰計劃 包括可以搬到中國大陸海軍和空軍的機密 然後將他們一起炒一輪 告訴我 2025年之前 台灣海峽會不會爆發戰爭 這樣才有用 怎樣改善跟老婆關係 女兒不要扔我 這些事情 在這個大時代 不是男人大丈夫所關心的芝麻綠豆東西 對嗎 對嗎 所以其實沒有意思 對嗎 我想其實 剛才你提的那個例子很好 就是這個 我說過這個CheckGPT 其實那個 就是重點是在它背後的數據庫 它是全球的數據庫 文本的數據庫 都在那裡掃描和學習 學習完之後就在那裡把它編輯 給你一個答案 表面上聽起來很厲害 但是牽涉到背後就是一個Label的概念 究竟它背後Label了哪些文本 作為它的Database來給你答案 你是永遠不知道的 當你已經依賴這個CheckGPT之後 而背後它Label的文本 其實你是不知道數量和來源 或者它有沒有篩選的時候 那個危險就是來了 因為當你依賴它的時候 你相信它提供的資訊 或者你覺得它的答案已經是八成真的時候 原來好像你說的 簡體字和正體字是有分別的時候 背後其實它是可以控制的 可以控制答案出來 現在開始的時候是一個Goodwill來的 就是給一個很方便的資訊給你 但是將來再發展下去 其實可能是一個牽涉到政治 牽涉到一個叫做利益的一個答案 於是人類或者你我 就會不其然給這些東西左右了思想 這個當然是我的預測 但是其實現在的CheckGPT 那個問題 有的優點和缺點 優點不要說 優點方便 五毫子資訊 那些不說了 缺點其實它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不要說你什麼雪山飛湖最後的刀膽 就算說到俄烏戰爭 其實它的答案都不原備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要通過一個Deep Learning的技術去學習 它需要時間和需要Database 越近的新聞 譬如今天發生的新聞 你去問它 其實它只不過是搜尋 那些新聞出來做個總結給你 而對於深入的研究 因為那個網絡世界裡面沒有 那些文章還沒有 所以它是沒有Database的 那所以譬如說 有人發現俄烏戰爭 它是沒有料到的 或者其實俄烏戰爭 它的資訊是貧乏的 所以其實CheckGPT其中一個局限 就是時間性 那當然 越來的東西 譬如可能是十年二十年前的東西 那它已經學習了 或者已經有大量的文本 可以去閱讀和展緝 那些呢 就看牛衝動了 即是說 大把資料丟出來了 但是呢 其實都這樣說 即是對於一些 我不要說懶人 貪方便的人 又或者真的對於一些中小學生之類 現在大學生都是 作為一個初步 很初步兩毛指式三毛指式的資訊 答案呢 是綽綽有餘的 因為很多人現在連報紙 書都不看 全部都是Google 我以前聽學生說 其實小學生 他都是用Google去找答案 他不是找書 他不會問人 他自己什麼都Google 那現在這件事 只不過是發展再高一層 就變成現在checkGBT的軟件 而至於剛剛 陶先生你說 香港大學禁止使用 那究竟怎樣禁止呢 他怎麼知道 那個是不是checkGBT的答案呢 這個我不太明白 可以禁止到嗎 陶先生 當然不能禁止到 以前你在wikipedia 大段大段剪裁下來 只能在裏面修改一些字眼 外面的人都不知道 是吧 除非就是這樣 那些教授 逐段每一份功課 隨便抽樣拿一段輸入的電腦 然後看看 是不是跟某一個checkGBT 提供的一個版本相同 哪有這麼空間呢 是吧 沒有這麼空間的 所以你說要禁是禁不了的 就是等於全世界一樣 有很多中小學禁的那些學生 去用手機禁不了的 禁抖音是禁不了的 除非你將抖音形式化 學這個叫新加坡 在街上抽樣 找個警察 搶那個小孩的手機 發現裏面有 在三天之內有抖音 立刻拉著他進去打騰 這樣就禁不了了 真的嗎 如果可以的話 我不是真 我建議而已 我向李顯龍建議而已 我建議 當然啦 你現在在牆上畫的 那些圖鴉你打騰 現在說圖鴉都歪了 現在你想禁抖音 我告訴你新加坡政府 是吧 麻煩你先試 如果李光耀今天再生 看到這些東西一定禁 你知不知道 是吧 就不如全世界由新加坡到試點 將這個抖音 和最古老的殖民地 Yes 殖民地留下給你的 那個打騰的刑法相結合 就做一下給全世界看看 是吧 一樣而已 是吧 這些GPT 南洋理工大學 這些東西看到 這個抄襲 就一樣判打騰 對嗎 大學生把大學生當中學生教 中學生當小學生教 小學生當幼稚園生教 考幼稚園就當他是大學生 因為那些入學史 是要他背流利的英文 詩這樣 鋼琴要八級 你說是不是大學生都還沒做得到 所以現在這個世界是價值觀 和這個叫做錯位 價值觀的顛倒和錯位 所以是沒得禁 是 沒得禁 你只是這道理就麻煩了 是吧 陶先生 其實雖然說沒得禁 但是我覺得影響都很大 我覺得影響就不是說 什麼地球滅亡 AI 統治人類 好像Terminator那個世界 那裡可能都更遙遠 但是 如果檢查GPT出現 有很多分析就覺得 有些行業就真的沒得混 聽說 好像說編劇我這一行 都可能會消失 因為你都知道 荷里活的劇本公式 都是有一定的套路 是 多少分鐘要有一個高潮 多少分鐘要死個人 那 CheckGPT背後的人工智能 其實已經有作畫 去畫畫出來 已經是真假難分 另外就是 有關於一些創作 詩 劇本 這些都可以通過 這個CheckGPT去進行 有人分析就是 除了這方面 包括什麼心理治療師 什麼那些Consultant 或者提供一些顧問的方式 這些 這類的工作是會消失的 甚至可能 私人 文學家 都可能會 因為天下文章大抄 那你怎麼看呢 會不會一陣子 有人不能做呢 這個有可能的 因為這個人工智能 譬如說 取代心理輔導 精神科醫生 一個人瘋了 你進青山 隨時醫不上 第二天人工智能 可以修復得到你 這些有可能的 是吧 宗教報道 是吧 這些是跟心靈有關 那些 甚至是談情說愛 是吧 這個衛斯 你也寫過一個小說 叫做《不有》 是吧 這個女子 是愛上了這個不有 是吧 這個是成五十年前 半世紀之前的預測 在這方面來說 對於感情脆弱的人 這個AI人工智能 是確實攻佔他的精神世界 和洗腦是比較容易的 是吧 但是對於像鮑先生 你這些這麼有定力 還有那個靈性邏輯思維 這麼強的人 我覺得是百度不侵的 是吧 還有最後呢 這些東西都是一陣的熱潮 例如很多這些 虛擬貨幣 那時候說的NFT 這些 可以把這些東西放上去 複製 然後被人抄襲 寫光了 這些都是一陣 都是一陣 很多東西 所以就看定一點 是吧 去慢慢枯化它 對不對 例如有很多 對於地球 環保 那些東西 那些新的技術 你發現是有 真的有潛質的 你看幾年 然後去入股 然後去收購 是吧 這些呢 是值得做的 但是這些花巧來講 在網絡傳來傳去 是吧 當作一陣熱潮 我就覺得不如隔岸觀火就好些了 是吧 還有呢 這是一種高級的抖音 你說AI 人工智能 這種GPT 是不是高級的抖音 其實是的 是吧 跟那些低端人口玩的抖音 是一樣的 是吧 我聞到一陣 S兩棟的錘 一定是 其實近日突然間 突然間這樣 鋪天蓋地的 網絡上面的 談論 很多媒體在轉載 在吹捧 其實呢 通常呢 背後都牽涉一個 很龐大的Marketing 這個Marketing 我們叫做水狠心 背後呢 有什麼人的利益所在 不知道 因為裡面真的 可能走很多條線 但是通常這些 鋪天蓋地的宣傳 和我們叫做Richard 那個觸及率這麼高呢 一定是經過精心計算 和找了部分的一些KOL 或者是意見領袖之旅 重要的這些 媒體平台 幫他推 通常這些東西呢 背後是 金錢利益所在 可能有新的動作 不知道上市 集資 還是賣盤 諸如此類 不知道 但是一定是和錢有關 所以 沒有的 現在很多人玩就玩 但是背後 你就是幫助 一個龐大的 金錢遊戲 在做小事 好了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希望各位 有些人需要人工智能 是靠你自己 這個叫做大腦的智能 都隨著風雲谷 越聽 和我們一起研討 是越來越深入 是越來越提高智能 好了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 下次節目時間再會 多謝各位 好 多謝大家加入我們的頻道會員 以及我和陶先生的Patreon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下集再會 拜拜 是在香港時間 星期一至六晚十點播出 星期日會有合集重溫 現在每晚都有超過一萬位觀眾收看直播 每集的收看人次平均超過二十萬 而訂閱人數也向三十萬進發 風雲谷是完全免費播放 我們兩位主持人 陶傑和白偉聰 就算長途不洩 都要坐在一起做節目 目的就是為了盡善盡美 在新的一年 風雲谷會推出頻道會員制 加入的會員 除了專享風雲谷會員專屬影片之外 還會有專為會員而設的特別內容 外景特輯和直播互動等等 而我們也籌備專為會員而設的 限量珍藏紀念品 當然不少得得意可愛的風雲貓 陶先生和鮑Sir親筆簽名的Postcard等等 作為對於大家長期支持風雲谷的一點心意 各位想做頻道會員很簡單 你可以在本片的描述欄 點擊最上面的連結就可以加入 而除了剛才提到的會員專享之外 你還可以在直播或首播時段 使用專為各位會員而設的陶生Sticker 下一階段更加會有鮑Sir和風雲貓的Sticker 而在你的名字旁邊 會有一個很特別的頻道會員分帐 這些都是我們對於各位支持者的一點心意 有心有力的朋友 還可以同時加入陶傑Patreon 和霸偉聰衝心直說的Patreon 兩位的Patreon 除了一至六風雲谷的聲音版 供各位下載隨時收聽之外 亦有陶先生和鮑Sir更多的文章和節目 和大家細細聲密密執 我們相信有大家的支持 風雲谷團隊一定能夠越做越好 我們期待和大家一起攜手 翻山越嶺 走到黎明來到的一天 再一次多謝大家的鼓勵和支持 世事多變 小漢風雲 下一集約定風雲谷再會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 再見